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最近主播耀阳的热度一直在增加 怒杂键盘的形象,已经深入各大网友的心里 之前耀阳找过职业选手妖刀和主播微良solo 结果自己都是惨败,一向桀骜的他,又将黑手伸向了主播六位 良言要跟他solo手约,因为手约是六位的招牌英雄 耀阳找人solo一向都会放狠话,先让自己膨胀起来 耀阳吹嘘自己把妖刀压在塔下十分钟都出不来 盛带也提到自己压制了微良 当然这都是耀阳吹嘘的屁话,观众都懂 大家还是来听听耀阳臭不要脸的原声吧 看来耀阳还是没有被教训够,再多来几个主播教训教训他,或许键盘会砸得更响 小伙伴们认为耀阳能打赢六位吗? 看来耀阳还是没有被教训够,再多来几个主播教训教训他,或许键盘会砸得更响